腾讯体育10月28日去2018中超联赛第27轮,上海上岗坐镇主场凭借无类,胡尔克的入球与四比而战胜山东路呢? 从而用独联赛主场九连胜创造队式主场连胜新纪录,同时上岗一平此胜完成连续12轮不败,目前激烈12分继续拎跑,板关鲁能遭遇近期场首半,佩莱此意为东甲没开二度,中超上岗4-2鲁能继续拎跑胡尔克无类佩莱接双翔下轮赛事,上海上岗会奔赴广州军和体育场对战排名积分榜次席的广州恒大。 另一场比赛,国奥克场0-2不敌剑业,中超剑业2-0国安局主场三连胜卡兰加剑攻都超级索升局比赛焦点精彩回放第四分钟,上岗前场右边陆策动攻势, 胡尔克接复花分球带球内切换过豪军命后起左脚大力警射,皮球拼门而出,第七分钟,上岗策动快速反击,奥斯卡前场左路接到无类携船,奥斯卡带球摆脱将持后果断击脚船中,包抄到球门前点的无类墙点充顶攻门,皮球稍稍偏出球门立柱,无类投球造险第十二分钟,上岗前场策动攻势, 胡尔克前场中路接一旅文军横传,胡尔克接船球过程,中心翘一同换过豪军命随即起左脚进射,皮球击中立柱弹出底线, 胡尔克远射第十四分钟,路能前场右路获得任意球,豪军命主拔船门前,上岗队员将球顶出禁区, 埋伏在禁区湖附近,而带领迎球起右脚凌空出射,皮球高出衡量,第十六分钟, 上岗前场右边路凑动反击,绿文军金一胡二克直传带球也右路突入进去甩开防守到三脚回敲, 包抄到进去中路的无类迎球起右脚扫射破浪,一比零,上岗时的领先,凭借此球,已攻入二十四球, 的无类本局中超市手绑防守,无类破门第十八分钟,带领中场中路,接到达尔德利回传, 带领稍作调整把脚远距离近射,皮球稍稍高出球门衡量, 第二十三分钟,奥斯卡前场左路接到无类分球, 奥斯卡随即带球内前晃过张池突入进去起右脚大力进射, 韩荣则门前倒地侧铺将球挡出, 其二随即大桥击雷,奥斯卡突出冷箭射门第二十五分钟, 上岗前场中路测动攻势,无类与胡尔克连续完成撞墙十二过一, 无类接胡尔克直传反越位前插突入景区, 换过气门出击的韩荣则,韩荣则被动将无类孤倒, 主裁判左腾龙智果断判把点球, 且向韩荣则出示黄牌,紧接着, 胡尔克主把点球抽射命中,上岗二比零, 无类造点胡尔克点球破门第三十九分钟, 上岗中场蹲球后策动反击, 胡尔克前场天右侧,接传球且塞进去, 奥斯卡半月位前插突入境区迎球起右脚扫射, 皮球滑门而过,此时, 沿左路突入境区, 邓无类在皮球即将出底线时捕射, 皮球击中边往第四十四分钟, 上岗前场中路获得任意球, 奥斯卡主发敲船进去, 门线出现混战局面, 正正混乱终不胜手球, 经由VAR确认, 主裁判左腾龙制, 判法点球, 紧接着, 胡尔克主把点球起左脚射门再度破网, 上岗三比零领先, 正正造点胡尔克点球没开二度上班时捕尸阶段, 无心寒在对方进去前, 接配来分球带球突向进去, 无心寒在对方中未完成加防前突至门前面对门将起脚捅射, 严峻林封堵进脚将球挡出, 半场结束, 上岗三比零领先, 第五十七分钟, 陆能前场促成为攻击式, 正正携带林加防护二个将球断下, 带林在前场左边陆随即起左脚船中, 埋伏在前点的佩莱闪开防守人影球起左脚扫射, 皮球直挂此脚入网, 鲁能一刀三, 佩莱扳回一球第六十六分钟, 带林先防无类时放归染黄, 其就此累计四皇下轮停赛, 上岗则在对方进去前获得任意一球, 奥斯卡轻巧一波, 古尔克迎球起左脚进射, 皮球稍稍偏出绿柱, 第七十一分钟, 上岗前场侧动进攻, 埃尔克三线场左路将球断下随即起右脚船中, 吕文军插到门前, 虽然成墙点阐射动作却未能碰到皮球, 皮球滑能而过, 第八十分钟, 号致敏前场先左侧, 接船球飘船进去, 时刻游戏针顶级为不远, 紧紧到突入进去迎球射门, 但皮球恰击中摔倒在地上的时刻, 第八十五分钟, 鲁能反击, 周海滨将球分到右边路, 紧紧到前插接引起右脚船中, 包抄到门前的佩莱高高跃起, 墙点充顶攻门建攻, 鲁能二到三, 佩莱没开二度第八十七分钟, 奥斯卡主阀, 右侧脚球船中, 埃尔克三门前墙点头, 垂空门击中一株弹出, 吴雷跟进不设空门得分, 上岗四岗二, 吴雷本赛季中超入球数达到二十五球, 总入球数达到一百球, 吴雷没开二度不时阶段, 好区民左边路摆脱防守船中, 埋伏在门前的佩莱迎球扫射被挡出, 成员跟进不设击中边网, 最终, 上岗主场四比二取胜, 数据分析纵关该场护鲁对决, 两对数据端发挥伯仲之间, 上岗战胜鲁能源, 赐予其攻击效率更高, 空球率方面, 上岗百分之五十一点四, 鲁能百分之四十八点六, 双方可谓相差无几, 脚球数据, 上岗六比一领先, 在场段数据, 鲁能二十二比十二领先, 但胜门方面, 上岗全场十四次射门六次摄政攻入四球, 反观鲁能全场十三次射门五次摄政仅仅攻入两球, 赛后深夜上岗助教费率配, 这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 上半场我们表现得非常出色, 打切了三个球, 并且有着机会打进更多的球, 上半场鲁能进行了反击, 而我们顶住了, 拿到了三分, 李肖鹏两个队都踢的质量很高, 但我们表现好的时间没有对方长, 可以说最终的比赛是合理的, 上岗获胜十至名归, 王瞳, 我觉得我们下班场表现还是不错的, 其实我觉得有机会扳平, 双方阵容上海上岗首发阵容, 门将, 一银俊令, 后卫, 二, 张卫, 四, 王身超, 五十科, 二十三复欢, 中场, 六彩惠康, 八, 奥斯卡, 十一旅文军九十分钟, 十八章, 一, 十护尔克, 前锋, 七, 五类, 九, 埃尔克森九十二分钟, 十四, 李圣龙, 山东路能首发阵容, 门将, 二十韩荣泽, 后卫, 五, 郑正, 四吉尔, 三十五站林, 十三张池, 六十六分钟, 十六中海滨, 中场, 十七无心寒五十分钟, 二十九成员, 六, 王童, 二十二号致敏, 三十三金进道, 前锋, 九塔尔得力九十二分钟, 三, 刘军帅又二三, 十九配来, 门出, 十七无心事喔, 二十三, 三 Caron, 二十六章,